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知道怎么经历了 姊妹啊 领导这个事咱们得寻求真理啊 关键的时候神的托付领导 这对我们也是个检验 是 看我们对神有没有真实的信 能不能维护神家的利益 正好我有过这方面的经历 要不我先交通一下 心 好 记得那时候我刚被选为教会带领 当时共产党对全能神教会啊 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大抓捕 我心里不由得就担心起来 现在环境这么恶劣 我要是天天到各个聚会点聚会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警察给抓了 那肯定就要遭受酷刑折磨 我从小把身体就弱 也没吃过什么苦 这哪能经得住那个折磨呀 我想想呢 心里面就有些害怕 就不愿意接受这个本分 但是我一想到 弟兄姊妹选我做带领 这也是对我的信任 我要是因为害怕环境 不接受这个托付 这也说不出口呀 我就委婉地说 我能行吗 我也没经过带领本分 这要是临到什么难处 我解决不了 到时候不得耽误教会工作吗 当时带领就跟我交通说 本分临到 是神给的操练机会 咱只管尽上权利 是 听完带领交通之后呢 我就接受了这个本分 但是一段时间过后 我就接二连三地 收到带领的来信 说童工李姊妹 吴姊妹和几个弟兄姊妹 都被抓了 还有其他教会的 六个带领童工 也被抓了 就提醒我们 注意防范 我的心一下子也揪了起来 这怎么这么多弟兄姊妹 都被抓了呢 我就想到我前几天 我还跟李姊妹接触过 那我是不是也被警察 给盯上了呀 这要是盯上了 那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 这被抓不是随时随地的事吗 在这恶劣的环境当中 尽本分啊 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一想到这些呢 心里就特别地害怕 就生怕哪天出门 尽本分的时候啊 突然被抓了 虽然当时 我也外表在尽着本分 但是我那心啊 根本就投入不了 我也很少去揣摩 怎么能把这个本分尽好 有时候弟兄姊妹啊 有难处啊 我也没心思帮她解决 不久 我又收到带领的来信 说警察拿着一打照片 让被抓的弟兄姊妹指认 还在各个路口设卡 拦路搜包 让我们出门的时候 多加小心点 这听后我就更害怕了 这心想 这看来警察 已经掌握了 很多弟兄姊妹的信息 那上次 我们好几个人 都见到过李姊妹 这不知道 是不是也被拍照了 这要是都被拍到的话 那警察在监控上 看到到处都有我的身影 那就会知道 我是负责教会工作的 这要真被抓到了 那肯定就得对我言行逼供啊 骑着电动车 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这一路上 都是提心吊胆的 这心情啊 特别地沉重 虽然天色已经很晚了 我也不敢把 那个墨镜摘下来 就怕被那个路边的 那个监控器给拍到 随时可能啊 被警察给抓了 当时呢 我心里边就流露出来 一个很自私的想法 要不 我跟带领商量一下 让另外一个老姊妹 尽这个本分 她都五六十岁了 如果真被抓 那也许警察不会怎么对她 用酷刑吧 这时候我意识到 我这个想法太自私了 我害怕被抓受酷刑 看着这环境危险 还想把这个本分 推给老姊妹 这实在是太丑陋卑鄙了 可是我又身不由己地 胆怯害怕 我脑子里边 经常会想到 弟兄姊妹啊 被警察酷刑折磨的 一个画面 我越想就越害怕 不由得就开始埋怨起来 这为什么 让我尽这么危险的本分 这万一要是被抓了 怎么办呢 我还这么年轻 难道就要遭受酷刑折磨 一辈子作奸受苦吗 我那心里头啊 就特别地胆怯害怕 我就把自己的这个情形啊 向臣祷告诉说 全能神啊 我一直害怕自己被抓作奸 遭受酷刑折磨 我尽本分心也安静不下来 甚至想推脱本分 我总是考虑自己的肉体 太自私了 我不愿活在胆怯害怕当中 被撒旦愚弄 神啊 就愿你能开启我 使我能明白你的心意 也加给我力量 让我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站立住 这时我就想到一首神话语诗歌 效法主耶稣 我读一下 好 耶稣在上耶路撒冷的路上 心中犹如刀脚 痛苦万分 但在他心中 丝毫没有一点反悔的意思 总有一种强大的力量 来支配他 走向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最终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成为最深的形象 完成了救赎全人类这一工作 超脱了一切死因的挟制 死亡 地狱 阴间 在他面前失去威力 被他战胜 他一生三十三年之久 总是按照神当时的做工 而尽力满足神的心意 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总为父神的心意而打算 因着他在神面前 和神心意的侍奉 所以 神把救赎全人类的重担 压在他的肩上 让他去完成 他有资格 有权力 去完成这一个重任 他一生 不知为神受了多少苦 经历了多少撒难的试探 但他从不灰心 神信任他 爱他 才把那么大的重任交给了他 你们如果也像耶稣这样 能体贴神的负担 背叛你们的肉体 神就把他的重任 托付给你们 使你们达到 侍奉神的条件 在这个情况下 才敢说 你们是遵行神旨意的人 完成神托付的人 才敢说 你们是真实侍奉神的人 阿们 阿们 感谢神 横唱着这首诗歌 我心里边很受感动 主耶稣面对 钉十字架的痛苦 肉身虽然有软弱 但是他丝毫没有反悔 退缩的意思 而是义无反顾地 走向钉十字架的地方 忍受了一切痛苦 做了人类的赎罪计 把人类从撒旦的手中 救赎了回来 神对人类的爱太大了 而我又是怎么对待神的呢 面对神给我的托付 我只考虑自己的安慰 总害怕自己被抓作奸 遭受酷刑折磨 活在胆怯害怕当中 尽本分 英雾糊弄 走过程 还达不到国效 看着这环境危险 我还想把这个本分 推给老姊妹 我实在是太自私卑鄙了 在患难中 我心里边想的 不是为神做见证 羞辱撒旦 而是处处都考虑 自己的肉体 就想着 能平平安安地 尽点本分 不用受苦付代价 最后还能蒙神的拯救 胜存下来 换取神的应许祝福 所以在临到患难时 我就总想着 保全自己 放弃本分 甚至去跟神讲理对抗 就看到 我信神的这些观点 全都是交易换取 简直难以启齿 就想到彼得临到患难 他对神是绝对的顺服 他从来不考虑 自己的生死 他只为满足神的心意 让神的心得安慰 最后倒定十字架 为神做了响亮的见证 对照自己的这些表现 我感到特别的蒙羞自责 我就来到神的面前 跟神祷告 神啊 临到这样的环境 我流露的都是自私卑鄙 光怕自己被抓作奸 受苦 却从来没有想过 为你做见证 神啊 我不愿再考虑 自己的利益得失 我只愿把这个本分记好 能够满足你 就是真的临到抓捕迫害 我也愿顺服 誓死不做犹打 不出卖弟兄姊妹 为你做见证 阿们 阿们 我祷告后 心里边就特别地踏实平安 这时 我又想到神的话说 整个宇宙的每一件事 无疑不是我说了算 什么事不是在我手中 阿们 我心里边就一亮 是啊 没有神的许可 那我就是天天去聚会 尽本分 也不会被抓 是 要是神就是命定我 让我去经历 这样的逼迫患难 那我就是在家里边躲着 也会临到抓捕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我只管顺其自然地去经历 凭智慧呢 把我们能做到的安全措施做好 至于最后能不能被抓 愿意顺服神的百步安排 是 神话语的开启光照 也给了我信心和力量 我心里啊 一下子就释放了 从那之后 我再出去聚会 就不那么害怕了 也坦然了 感谢 当时 共产党还在疯狂地抓捕 但看到弟兄姊妹 在神话语的带领下 有信心 还能坚持尽本分 我心里边也很受激励 在本分上 也能用心付代价了 我就明显地感觉到 有神的带领 也能解决弟兄姊妹的 一些难处问题了 教会工作也在正常进行 其实就让我看到 撒旦不管多么猖狂 都拦阻不了神的工作 我对神的信心也增加了 谢谢 本以为经历这次环境 我能有点身量了 但没有想到 当神再次给我摆布环境的时候 我又被显明地邻里尽致 就在今年七月份的一天 我又收到带领的来信 说经常跟我接触的刘姊妹 已经被警察跟踪两三个月了 刘姊妹接触的二十多个弟兄姊妹 都在警察的监控范围内 也包括我 并且还说 刘姊妹的去的聚会点 很有可能都被警察给拍照了 所以带领就叮嘱我 这段时间啊 千万不要再接触弟兄姊妹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这心啊 再也安静不下来了 心想 我经常接触刘姊妹 前段时间 我还骑车跟刘姊妹 一起去县城 那这一路上 全都是摄像头 这要是被拍到的话 那我不是很危险吗 现在共产党抓捕迫害基督徒 更加疯狂了 我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被抓 那还不知道警察得怎么折磨我呢 会不会把我打死啊 我这越想就越害怕 在家读神的话 我这心啊都安静不下来 不久呢 我又得知 刘姊妹租住的那个房子里 还存放着神话语书籍 如果不及时地取出来 那这些书籍就会被警察发现 那神价的利益就要受到亏损 是 可是我心里边有很矛盾 你说现在这警察 正疯狂地到处收捕信神的 这要是在转移书籍的过程当中 碰到警察 这不正好让他们抓到证据了吗 那审讯的时候 肯定就少不了酷刑折磨 说不好连命就没了 想想呢我就不想去 但我又一想 如果我不去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 神家的这利益受到损失吗 我这思来想去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第二天 我就看到一段神的话 我读一下 好 敌基督自私卑鄙 这方面最严重 他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 更没有忠心 临到事只保全自己 只考虑自己 他认为自己活着 自己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神家工作受多大亏损都无所谓 只要自己能活着 不出事就行 这些人性情凶恶 他不考虑弟兄姊妹 不考虑神家 只考虑自己 这就是敌基督 那对神有忠心 有真实信心的人 临到这类事会怎么处理 他会想方设法地 维护神家利益 保护神家的祭物 不受亏损 把弟兄姊妹安顿好 而敌基督 是先把自己保护起来 不管神家的工作 所以当大红龙抓捕的时候 教会的损失就特别大 敌基督这样做 就等于是 把神家的这些工作 祭物都抛出去 送给大红龙了 就是变相地出卖了 他不管了 对神有忠心的人 他明知道有风险 也要冒着风险 把这些善后工作处理好 使神家的损失降到最低 然后自己再撤离 他不是先考虑自己的安危 你们说 人哪有一丁点 不考虑自己安危的 谁不知道环境危险呢 但是你现在尽的这个本分 就得冒着风险去做 这是你的责任 你不应该把个人的安危 放在第一位 神家的工作最要紧 神给你的托付最要紧 这是第一位 而狄基督把自身的安危 放在第一位 他觉得 其余的都与他无关 不管谁出事 他都不在乎 只要自己不出事就行 这样他就轻松了 他没有忠心 这就是狄基督的实质 阿们 阿们 是 确实是这样 看到这段神的话 我很扎心 狄基督性情邪恶 特别的自私卑鄙 一旦涉及到自身的安危 宁愿神家的工作受到亏损 他也要保全自己 根本就没有良心理智 对神呢 更没有丝毫的忠心 而我临到环境危险的时候 也是总想着 怎么能保全自己 怎么能让自己不担风险 这次听说 神话与书籍还在出租屋 我明知道 如果不去取 那这些书籍 有可能就被警察给没收了 是 那神家的利益就要受到亏损 我应该以神家的利益为重 及时地把这些书籍转移出来 对 可是 我却害怕露面了 被警察抓到 遭受酷刑折磨 甚至有生命危险 我就不愿意去 这不就是 白白地把这些神话书籍 送给警察吗 是 临到事 我总是考虑自己的安慰 置神家的利益于不顾 苟且偷生 变相地出卖神家利益 我简直是 太没有人性了 虽然表面上没有像 敌基督那样做大恶 但是本性跟敌基督没啥区别 都是自私卑鄙 唯利是图 我如果再不悔改 那肯定就要招神恨无厌弃 真正信神 对神有忠心的人 他不考虑自身的安慰 在关键的时候 他能放下自己的利益 维护神家的利益 他跟神是一心的 是 这时 我从心里感到 我得背叛自己这个撒旦性情 不管环境怎么危险 难处再大 我也要豁出一切 来维护神家的利益 我愿意去依靠神 把这些书籍转移出来 让损失减少到最低 是 之后呢 我就一直围绕这方面去祷告 也求神加给我信心 除去我里面这些胆怯和惧怕 这时我就想到 我前两天看到的 烙印这部电影 主人公从十三岁开始 就经历共产党的抓捕迫害 二十八年间 被抓了三次 经历种种迫害 无论多么艰难 痛苦 甚至危及到性命 但每一步 他都是靠着神话语的带领 站立住的 最后 得胜了撒旦 站住了见证 是 而且出狱后 还照样进受造之物的本分 是 还想到 很多弟兄姊妹 也遭到 共产党的抓捕 酷刑 洗脑 都是靠着神的话 胜过了撒旦的 逼迫迫害 就看到 撒旦他再怎么 邪恶凶残 只要我们能真心地 依靠神 有神话语的带领 我们就能得胜撒旦 站住见证 是 我心里边也很受激励 对神呢 也有了信心 不那么胆怯了 是 是 过后呢 我也在反省我自己 为什么 总是不愿意 接受这种危险的本分 是 根源 还是怕警察 给我用酷刑 我不想受苦 更不想死 这时 我又想到神的话说 神带领我们走的路 不是直线上升 而是曲折度大 而且是坑坑洼洼的路 而且神说 所走的路 越是崎岖 越能显明我们的爱心 但就这样的路 我们谁也开辟不出来 在我的经历当中 也走了不少崎岖不平的路 也忍受了极大的痛苦 甚至有时达到悲痛欲绝 似乎想大声呼喊 但我还是走到了今天 我相信 这是神所带领走的路 所以我忍受一切痛苦的折磨 而走下去 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 谁能逃脱呢 我不求什么得福 只求能够按照神的意思 走我该走的路 我不求模仿别人 走别人走的路 我只求进我的中心 把我该走的路走到底 个人该受多少苦 该走多少路 都是神命定好的 谁也不能帮助谁 阿们 感谢神 我还想到神的话说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阿们 这时我明白了 人的命运在神的手中 生死也在神的手中 是 我能不能被抓作奸 会不会临到酷刑折磨 也都是神受了算 我应该绝对顺服 是 就如撒旦试探约伯 约伯的家产被剥夺 儿女被害 浑身长满了毒疮 但是 神不许可撒旦 伤及到约伯的性命 撒旦他就不敢 越过这个界限 这是神的权柄 是 约伯对神的主宰有认识 他在承受 极大痛苦的时候 不埋怨神 还能说出 赏赐的是义和华 收取的也是义和华 义和华的名 是应当称颂的 阿们 最终是撒旦彻底蒙羞 得到了神加倍的祝福 想想 从神做工以来 哪个人该殉道 哪个人该坐监 该受什么样的苦 都有神的命定 主宰安排 也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 恩典时代 也有很多圣徒 因为传扬主耶稣的福音 而殉道 就像彼得 外表看 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 但是 他的灵魂却在天国里 得到了 神永远地称许祝福 接受神 默示做工的弟兄姊妹 也有很多人 被共产党抓捕 遭受各种残酷的 折磨虐待 但是他们 都没有向撒旦屈服 出狱后 还照样追求真理 冒着危险尽本分 做出了 许多美好响亮的见证 是 他们都是 被神做成的得胜者 虽然肉体是受了一切苦 但是得到了真理 蒙神称许祝福 而有的人 被抓后 害怕遭受酷刑折磨 就背叛神 出卖弟兄姊妹 成了可耻的犹大 严重地 触犯了神的性情 永远地 失去了神的救恩 你是谁啊 还有的一些人 因为怕被抓作奸 就活在胆怯害怕当中 不敢尽本分 远离神背叛神 成了被显明的 败子不信派 其实就借着 共产党的抓捕迫害 正好显明了 真信假信的 把人都各从其类了 就看到 神太智慧 太公义了 是啊 这时 我知道了 今天临到 让我转移神家的书籍 这也是神 对我的一个检验 看我对神 有没有信心 忠心 能不能为神 占助见证 认识到这些 我立定心智 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借好自己的本分 如果真被抓 我就是豁出命来 也要为神 占助见证 誓死不向撒旦妥协 阿们 这时候 我心里边就感到 特别的坦然踏实 从心里 感谢神对我的拯救 也感谢神的开启带领 使我在这患难中 明白了一些真理 学到了更实际的功课 感谢神 感谢神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 求神加给我信心胆量 我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引导 那天正好下着雨 我趁下雨没有人 就进到了处处屋里 把屋里所有的神话书籍 都安全地转移了出来 太好了 太好了 是啊 经历过后 我心里边很高兴 也很踏实 觉得经历这样的环境 对我是个显明 也是个成全 显明我太自私 太没有人性了 也成全了我的信心和顺服 是神话语的带领 使我对神的全能主宰 神的智慧 也有了些认识 也能实行出一点真理 维护神家的利益 感谢神 虽然不知道以后 还会面临什么样的环境 但是我不像之前那样 胆怯害怕了 我愿意顺服神的主宰安排 尽上我自己的本分责任 感谢神对我的拯救 感谢神 感谢神 你的经历对我很有帮助 我也知道该怎么经历进入了 感谢神 感谢神 谢谢 谢谢